一国的旅行总能带来不同的味觉体验 二哥是这样 阿龙也是 阿龙来自比利时 在顺德工作和生活 只要有空余时间 他都喜欢穿街过巷 完成自己的美食发现之旅 你好 这是什么来的 萨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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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古老的美食 阿龙今天运气不错 找到了最受顺德人欢迎了一家烧鹅店 从流动摊档到固定的店铺 华哥华嫂做烧鹅已经三十多年 要获得皮脆肉嫩 油而不腻的口感 每个环节都暗藏玄机 自然养殖的马刚鹅 脂肪丰满 肉质鲜嫩 香料调配是味道的关键 这是华嫂的核心秘籍 在鹅腹内倒入五十度的曲酒 腌制三个小时 为鹅肉增香的同时 让食材保持新鲜 让食材保持新鲜 热水汆烫 使表皮收紧定型 再用洋水冷却 去除多余的油脂 麦芽糖在高温下焦化 这层糖色在烘烤中给烧鹅带来颜色和光泽 七百多年来 岭南一带烧鹅一直使用瓦瓮 碰的穹型空间聚拢热量 使鹅受热均匀 高温烘烤一小时 烧鹅表皮呈现出红马脑般的外观 腌料在鹅腹内化成味道醇厚的原汁 这是烧鹅不可或缺的蘸料 为了确保质量和风味 华哥华嫂每天出产的烧鹅 不会超过三十只 为了确保质量和风味 从清晨六点开始制作 为了确保质量和风味 直到傍晚才能上架销售